别人喝咖啡啊这样 品味道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着急嘛 或者是我就是为了提神 我就一大口一大口的喝啊 别人就说 愣住了 你这个咖啡不是你这样喝的 我说这就是提神的嘛 我不是品尝的味道 我就是为了提神 两口喝光 所以这个吃什么东西 喝什么东西 慢慢的品 真的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也没有那个习惯 所以昨天有一个人啊 他说他要去中国旅游啊 让我告诉他什么 我说不用告诉 你跟我学说话 学半个月你再去吧 你们那么声音小 你去了人家都知道你是外国人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么小声讲话的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真的 新加坡你要是待了一段时间 你是觉得真的 他们的声音很小很小的 你会找完 不是这样子 你会有空